7月11日 英格蘭足球隊主場作戰 與意大利隊爭奪歐洲杯冠軍 這一次 英格蘭隊希望能夠再創輝煌 稱霸歐洲 英格蘭隊在球迷們的支持下氣勢如虹 全場緊逼 長傳快攻 在開賽1分57秒時 左後衛盧克肖一腳射門 為英格蘭隊拿下一分 據歐洲足聯數據顯示 這是歐洲杯史上最快的一次進球記錄 英國球場內外歡聲雷動 1比0的比分延續到下半場 在第66分鐘時 義大利隊中後衛伯努奇射門將比分搬成1比1 這一比分一直持續到加勢賽結束 雙方對決進入激動人心的點球大戰 然而 英格蘭的點球魔咒再度發威 隨著英格蘭19歲小將薩卡踢飛點球 義大利贏得了歐洲杯冠軍 義大利首都羅馬變成歡樂的海洋 而倫敦球迷則傷心落淚 這不是任何人會被關注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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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經到達到太遠了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這不是任何人會被關注的 我已經到達到太遠了 新售禁止 我已經到達到太遠了 字幕提供